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然觉得我不帅的话 那么你可以把这个视频分享出去 问一下别人到底帅不帅 好 我们回到正题 今天我们来参加极力新能源几盒A的试驾活动 这辆车之前我们曾经拍过一个倒进的静态体验 不过当时时间比较赶 这回我们就可以好好的来聊一下这辆车了 那么这次我拿到的车型是NEDC410版本的高维标准续航的顶配车型 先来看外观 因为几盒A是一辆新能源车 所以你会发现前脸是没有中网的 不过这个封闭样式的设计也并不难看 前脸的中网并没有那种戴了口罩的感觉 但是这样的一个设计也有一个非常好听的叫法 多维流动生命体 如果不好理解的话 它 也可以这么叫 车标这里可以看到换成了纯银色的logo 这也是极力新能源 也就是几盒品牌的全新logo 帅就完了 车标下面是这辆车的前车摄像头 底下还有一个毫米波雷达 灯光部分 几盒A全系配备了LED光源和LED日间行车灯 转向灯还做成了流光的效果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 就是灯组后面这里有个充电指示灯 充电的时候可以相对直观的看到剩余电量 来到几盒A的侧面 亮点还是非常多的 最明显的就是可以看到 这辆车采用了一个溜背样式的造型设计 车身侧面的线条也非常丰富 细节部分 双色后视镜集成了转向灯 加热和电动调节 这些是全系标配 门把手采用了隐藏式的设计 这个设计 虽然对于增加续航和降低风阻 提供不了太大的帮助 但是整辆车的一个风阻系数达到了0.237 在同级别里还是非常不错的 好 继续往下看 我们试下的车型配备的是18寸轮圈 这个轮圈的造型还是比较有个性的 是一个半封闭的状态 轮胎省的品牌是贝耐力P7 规格是19550R18 车尾的设计还是比较简洁的 尾灯和前面一样都是细长的设计 点亮之后效果还不错 我们来看一下后备箱 先来说这辆车的一大亮点 就是后备箱这个紧身 可以看到我这个一米长的伞 直接伸进去之后 还有一根的富裕 那么空间方面 我们放进去了一个书包和一个登机箱 各位可以参考一下 目测再放两个一模一样的 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那么后边的配置 可以看到左侧有一个网兜的设计 盖板下面就是应急的充电线和补胎工具了 另外后排座椅是可以四六比例放倒的 所以说作为一款新能源车型 这辆车的空间表现还是非常不错的 好 我们再看一下车内 几个A的内饰 可以看到采用了这种极简的设计风格 同时黑白灰三色搭配 我个人也是特喜欢 主要是看过去非常舒服 来看具体配置 放上盘采用了一个平点样式的设计 同时呢 这辆车带有舒适进入 下车的时候呢 座椅会自动后撤 所以呢 对于我这种胖子来说 这简直就是浮音了 绝对不会卡路了 绝对不会卡路了 我们不一样 同时放上盘上面还配有娱乐功能和ACC自适应巡航的功能键 放上盘后面是一块4.2英寸的液晶仪表 显示的效果和内容都还不错 有人可能觉得小 但是我今天实际体验之后 尤其是开起来之后感觉还可以 在高配车型上 几盒A还配备了8英寸的HUD抬头显示 中控部分 全系配备了12.3个寸触摸屏 支持语音系统和OTA升级 功能还是非常全面的 整体的UI设计呢 是一个桌边形的元素 另外在车内也是遍布了这样的设计 比如空调的按键和下面的叫 E-Touch中央超感触控区 没有实体按键 而是通过触摸板来选择功能 其他配置呢 在我们试下车上可以看到 手机无线充电 下面呢还有两个USB 以及一个12伏的电源接口 360度全景影像 主架座椅电动调节 无边框后视镜 主架安全带收紧 车内PM2.25空气净化 全景大玻璃 这些呢都有配备 值得一提的是 几何一的这个座椅 虽然它使用的是一个织物材质 但是坐上去呢软硬适中 同时呢这个触感 是婴儿级的一个材质 所以造价呢 可能是要超过真皮了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乘坐空间 还是调整到一个 我合适的驾驶坐姿 现在我头部空间呢 和我们上次拍到电一样 还是有两指的距离 我们再看一下第二排 先别录啊 我看一下后排 头 头 头还这么高 个儿没长 腿 腿 腿 四指 跟上次差不多呀 不是肥白讲了没上下篮呀 行 就这样 开始了啊 3 2 1 来到第二排 我们来看一下乘坐空间 我现在头部呢 是已经扫到了车点 腿部呢和之前差不多 有将近正好四指的距离 再来看一下配置 中央扶手带水配件 然后地台呢有一定的高度 但是是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 站上呢有一个储物盒 还有一个USB电源接口的设计 另外在这里还有这辆车的后排出门口 那么整体后排的一个配置呢 就是这样 下面呢我们把车开起来 来聊一下这辆车的动力表现怎么样 动力部分 吉尔A搭载了一台最大功率120千瓦的泳磁同步电动机 最大扭矩呢是250牛米 我们先来说一下这辆车的两种驾驶模式 Eco和Sport的 这两种模式呢 整体试驾给我的感觉区别不大 就算你是在Eco模式下 如果你想提速 你只要深踩加速踏板 动力也是可以随叫随道的 然后呢就是续航部分 这次试驾呢 我一共行驶了152.6公里 平均电耗呢是每百公里13度电 平均车速是52公里每小时 然后是智能方面 几何A的硬件堆到了L2级别的辅助驾驶 所以说像车辆的前傲碰装预警 车道偏力提醒 这些呢都是有配备的 我也在高速行驶的时候呢 试用了一下 整体的一个反应很不错 很灵敏 最后呢就是这样车的一个底盘方面的感受了 几何A采用了前麦夫逊 后扭一两万一个圈挂形式 整体的调校是偏向于舒适的 底盘在过一些坑洼路段的时候 你的电波感并不是那么明显 再加上这个包裹性比较强的这个植物座椅 整体的一个舒适性还是非常不错的 简单总结一下这辆几何A 外观和内饰的极简风格 有比于现在市面上大部分的新能源车型 非常的具有个性 另外配置方面呢也相对全面 价格部分 几何A补贴后15到19万元 提供两种续航六个版本车型 购买建议的话 无论是高低续航版本 优先从中配和高配当中进行选择 不过高配车型上 如果有些功能你用不到的话 你还可以选择中配加选中的方式 来定制这辆车 最后 各位观众你们最喜欢了件的跑续航 我们呢还是等到拿到试下车之后 再给各位带来详细的充电 以及续航的实际测试 改行学的朋友呢 欢迎您持续关注 咱们下期再见 山哥的冷知识时间 这辆车为什么叫做几何A呢 我的一个理解啊 几何 你回想一下 除了你的数学老师 还有谁说过这话 曹操 对吧 对酒当歌 人生几何 对吧 曹操呢 他还有一个名字 叫做曹吉利 这就顺理成章了 曹操 知道吧 知道 但是我更喜欢玩乳班 谁问你王者农耀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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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